MING PAO TORRES FURI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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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ello朋友们 早上好 现在是周六 然后正好是万圣节 然后国内肯定会有很多 不一样的party 但是美国这里吧 唉 你们看我在家里已经穿起了 就美东这边已经 就已经早上起来 就只有零度一度这样子 所以我已经开起来暖气 之前就是前两星期 只都是美妆 还有出去玩啊啥的 所以今天正好 想趁着万圣节 又是一个大晴天 来给大家布一个 我一天都干了些什么 我给你们看今天的天气 就你们看今天的阳光 就这个星期来的 第一个大晴天 我今天早上准备去一下超市 然后囤一下下个星期要吃什么 以及今天中午 我想做一个和南瓜相关的菜 那我们先喝了咖啡 吃个早饭 然后就出发去一下超市 回到厨房对焦 我们先来泡个咖啡 开启一个元气满满的早晨 先用的这个豆子是 也不是豆子 先用的这个咖啡 是Trader Joe's的一个秋季限定 它是风糖 有点风糖味 但它不是那种很高级的 自带风糖味的那种咖啡豆 它是就是添加味道 等四分钟 等咖啡的时候 然后我们来烤个Bagel 这个Bagel呢 是我之前在Trader Joe's 买的南瓜味的Bagel 它也是秋天的季节限定 他们家真的好会弄这些 然后你就会不停的买买买 奶油奶酪 而且会有一种危机意识 就感觉今天要不买 下次来就没有了 而且这种情况真的发生过 就酥酥的 我们就去吃早餐吧 我去拿个手机 开动 热乎的好舒服 我们来吃个Bagel 就我喜欢撒点坚果 吃起来更香一些 你们猜我刚刚在算什么 我在算双十一凑单 也不是难吧 就是很 很繁琐 你就是要看清楚 如果看不清楚的话 你可能就凑不到那个枕 好我要快点把剩下的这半个吃掉 然后就去超市 今天外面还挺冷的 所以我准备穿这件 优衣裤的外套 感谢观看 我的意思是 双十一块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前面刚刚回来把超市的东西都整理了一下 就准备来做个午饭 前面在超市买了这个意大利的那个饺子 它里面的馅应该是 Ricotta Cheese 然后还有南瓜 这个是他们限定的南瓜口味的 那个意大利面酱 然后准备加一点蘑菇 还有培根忘记拿了 培根 然后昨天剩下的一小个西葫芦 也把它吃掉好了 我们来开始吧 我们先来烧个水煮一面 我们等水开的时候先来切个菜 水开了 加饺子 煮三分钟 叶子油的喷雾 加了培根炒就超级香 一大利饺子也好了 我们去把它冲个水 加一面酱 再来一点 我没有加盐 因为那个培根是咸的嘛 所以我觉得咸味应该够 好了 一点酱都不能浪费 首先是taste test 看看怎么样 我很好奇这个饺子 之前没有吃过 它里面是这个南瓜馅 然后吃起来 就南瓜奶酪的那种味道 甜甜的 但是这个酱也 它不是那种特别咸的 所以我觉得还挺好吃的 我很推荐这个意面酱 午饭吃好了 我准备下午画一个万圣节的妆玩一下 虽然晚上没有什么活动 但是就感受一下气氛 而且我准备去一个ice cream shop 就看看那边有什么好玩的 那我们就待会化妆的时候再见 好我们来化个妆 我们先来补一个粉底和遮瑕 这是打湿的美妆蛋 然后纸布再用这个遮瑕遮一下 好定一下妆 我没有看就是具体待会想要画什么 就有点想画那种蜘蛛网 然后加一点亮闪闪的吧 再修个绒 修个绒稍微打的重一点 这样子看起来更轻瘦一点 更像鬼 好像不够 再加一点 好这样子脸是不是显得更瘦一点 拿了一大把有的没的 因为我家里没有那个黑色眼前笔 我就只能拿棕色的 然后还有一支是这个生灰的 然后眼影盘我拿的还是这个偏红的迪奥 先把眼睛打的底 今天要打的稍微重一点 稍微脏一点其实也没有关系 因为本来就是要画鬼嘛 然后眼下也打一点 哇这样一下子笑我就出来了 这样是不是看起来就很累 把黑眼圈重新画出来 加深一下眼尾 还有想要画的厌世一点 有一个技巧就是 你要换一支这种扁头的眼影刷 画下眼点 就下眼影一画出来 你整个人就会比较厌世 这种就是贴着睫毛根去画 三天没睡觉的效果 然后我们沾这个红色 红色化在前半部分 好接下来我们就拿棕色的眼线 笔画一下蜘蛛的网 我这个非常别角的手艺 我准备加眼影 让它看起来更脏一点 是不是还挺像的 哦白色的眼线笔 给它增加一点立体度 然后我准备在下眼睛 就是也画一点 我去拿了一个 Steela的这个 洒片 准备在眼睛上面 还有眼下这里 好在脸上这个也补了 然后那个蜘蛛网上也有 最后我们来画睫毛 夹一下首先 夹翘了之后画一下睫毛 再来一次 就眼影重的时候 睫毛也一定要比较 要粗一点 浓密一点 最后口红 口红准备用 WASIO的416 其实待会儿要戴口罩 根本看不见 那个口红凸的时候 好 这个妆就化完了 我自己觉得还挺满意的 就是一个比较简单 但是又有点万圣节气息的 自娱自乐的妆 这个蜘蛛的脚我挺喜欢的 这个网就有点粗枝烂造 但是这个蜘蛛脚我挺喜欢的 Anyway 今天我们万圣节的妆容 差不多就是这样 还有最后一步 我前两天在Mango的那个 网站上面下单了一副耳环 它是这样子的一对 是不是很闪 特别夸张 然后从后面这样子 挂在耳朵上 是不是还是挺好看的 也不知道蜘蛛巾 会不会这样戴呢 但它会不会很容易掉啊 我不知道 我就是想给你们看一下 就很适合拍照什么的 所以我现在要拍个照 然后就出门买冰淇淋吃 现在出门了 我把头发砸起来 因为太吵了好麻烦 好冰淇淋 就南瓜派的味道 来尝一尝 店里的人比我想象中的少很多 它里面有南瓜的颗粒和 这种南瓜塔外面会有的那种酥皮 我现在在嚼的就是它那个派皮一样的东西 还挺好吃的 而且很扎实 我觉得天气冷了 最幸福的事情就是 待在暖气很足的地方 看外面下雪 就那种大晴天下雪 如果你在暖气房里面 看外面这样子的景色就会觉得 很爽 我在面前有一棵树 就金灿灿的 然后天气也很蓝 很漂亮 所以我整个都觉得 特别幸福 好了 那今天这期Vlog到这里就差不多结束了 我准备在车里把这个冰淇淋吃完 然后就回家 如果你们觉得这个视频有趣呢 你们就记得给我点赞 一键三连 然后最后记得关注我 如果你们有什么想告诉我的 比如说想看我做菜 或者说想看我化妆什么的 就记得评论弹幕告诉我 那我们下期再见 最后有一个彩蛋 记得看下去哦 最后有一个彩蛋 就是我新天带的这个项链 如果你对它有兴趣的话呢 可以去他们的网站看一下 网站名字叫Ana Luisa 就他们的东西设计感挺强的 然后价格也还不错 如果你对这个牌子有兴趣的话呢 就可以在下面的信息栏里看到 有一个折扣码 85折的优惠 你下来的愿意订单都可以使用这个优惠 但这个视频并不是他们赞助的 他们和我也没有任何的利益关系 我们这期视频就到这里正式结束了 希望大家看得开心 我们下周再见 拜拜 拜拜